业界传出三星和格罗方德已经获得了高通苹果14奈米晶圆代工的订单 预计明年进入量产阶段 面对竞争对手来势汹汹 国内的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目前全力加速16奈米制程的速度 同样宣布明年正式量产 全面力保苹果A9处理器能够取得多数的订单